大家好 今天是特别特别让人高兴 让人高兴的一天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啊 今天又得了一块金牌 古爱玲 一块金牌 古爱玲 古爱玲 那么就是 我几次几次的这个节目里说到啊 就是我们能够圆满的话 这次冬奥会呢 就是得到八块金牌 现在已经实现了啊 今天已经实现了 可以说我们从这个 承办冬奥会成功啊 这么长时间 所有的这个努力啊 应该是得到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验证啊 我们从去年 而不是去年 上一届冬奥会 在这个韩国的平昌 只取得了一枚金牌 到今天啊 就是 八枚金牌 是吧 这个是我对我们整个 这个国家的这个冬奥项目的这些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啊 这是令我们应该说每个中国人为之骄傲的事情 特别咱们说了这个郭爱玲 他的贡献 是吧 呃 一个是年龄最小 一个是这个奖牌总数最多 对吧 两金一银 以及这还不是说啊 主要的东西 我觉得他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对我们整个社会啊 整个这个偶像级的这种可以说是升了一个非常大的大的台阶 可能会使我说了就以后的这种我们应该拿这样的一种类型的呃体育件或者说体育的这个呃运动员们作为我们以后啊多多宣传的一个一个一个样板 是吧啊 显示了很多很多好的东西 再有就是除了这个以外 当然还有怎么样的在教育方面作为这个父母们啊 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这里面又牵扯到很多教育理念 值得我们学习啊 这个无关乎什么谁家有钱没钱一讨论着这个东西啊 就是人家带孩子的这种方式我们要去学习 不强迫尊重是吧 然后能够去呃找到最后找到孩子自己的兴趣所在 对吧 这都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很大的一个 虽然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和话题 但是我们应该是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吧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啊 积极乐观啊 自信阳光啊 其实成绩了这些东西都是在往后放的东西 还有就是我们应该也能够对比分析啊 这个美国啊 这个小学中学的一些教育 以及我们现在的这种教育方式 教育出来的一个孩子是个什么样子 这个都值得我们去呃 深刻的这个这个去去学习一些东西吧 我觉得啊 这个不要去呃 要么就是猛夸猛赞 好像这个人都是玩人了 是吧 玩得不得了了啊 要么就是因为什么这个国际问题了 又是什么这些啊 去去去去去 哎 贬低啊 或者等等 都我觉得都都都都不好 都都不妥是吧 就是我们每个人 每个家庭 每个父母 以及每个孩子啊 都可以从古爱玲身上 或者古爱玲这个家庭背后的东西 呃 学习一些东西 然后再借鉴自己的一些实际 去啊 把孩子或者做家长 以及教育的这个内容和体系 其实都 有所借鉴 有所学习 我觉得这就够了 是吧 咱们呃 不要说是这个这个 一啊 我就说了 不要把他捧成一个圣人 毫无缺点 毫无这个 没有人做到这一点 是吧 我们 现实生活中 实际的这个呃 怎么样的去 做 还得我们自己去做 对不对 所有的孩子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我们要找到 就是把自己的孩子 怎么样的培育 呃呃 养育好 呃 教育好 那这里面就说了 我说 呃 说起来很简单 是吧 就是你家长得做好 每一位我们做父母的人 得做好 孩子有榜样去学 对不对 然后呢 对你你下来 就是你对孩子 不要去 呃 嗯 什么求回报啊 然后去啊 一种一种苦情教育啊 一种什么啊 负担 很重 然后又是 对孩子的学习啊 对孩子的分数啊 是那么那么的 就是 呃 在意啊 就是让孩子对学习啊 等等等等 对以后的这个人生都都 其实都变味了啊 我是说 大家都要 好好的想一想 好好的对自己的孩子 对自己的家庭背景 对自己啊 就对自己怎么去让自己提升 多学习 是吧 呃 这个谷爱林的妈妈的 这个一些东西啊 是真的是需要我们去 借鉴 学习啊 学习是人一生 需要去 呃 做的事情 不是仅仅在某一个阶段 或者某一个什么 好像完成了什么任务一样 对吧 这个学习的态度 呃 一个学习的这个精神 与时俱进的这种 他都要 保持着 是吧 相反 就是说 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对周边 对其 包括自己的孩子 包括自己的老公 老婆 都要什么呀 降低 降低 相处 快乐 然后这个 这些东西是 亲情啊 这个 呃 这些东西是我们说 一家人啊 这个这个 很重要的东西 大家都要去 确确实实的去 呃 看清这些东西的本质 就是我们 作为我们一家人来讲 亲人也好 什么 就是 什么最重要 啊 关系的亲密 更重要 家庭的和睦 完整 在一起 更重要 每天的这种欢笑声 有没有 在一起 是吧 那种 彼此欣赏 啊 有没有啊 然后跟孩子也好 跟我们的父母 就老人家啊 就是 不管你这个周围的 都能够非常好的相处 是吧 你的心情也愈悦 然后因为你周围也很和谐 愈悦 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去 呃 真的是静下心来想一想 就是 物质生活 没个边 没个底 对吧 然后呃 什么 炫富也好 然后去比较也好 去什么 等等 这些东西就是 很多是社会也好 或者外界 把我们会影响 那为什么会影响你呢 是不是 还有你在家里 找我夫妻两个人 说的很多东西 其实直接反映给孩子了 我们经常说孩子是家长的一种折射 一种折射 你不要突然发现 哎 孩子怎么说话 说的跟大人一样 说的说什么 一些啊 就也 也那么爱物质 也那么追求 都是你家长天天在在家里 哗啦哗啦哗啦的那种啊 然后就 影响到孩子 我们经常说以身作则 下凉不知 上凉不正 下凉 这些东西啊 都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 对不对 我们对自己苛求一点 对自己要求 好一点 但是 你不能再去要求周边的了 啊 这个态度 我觉得我希望大家能够去 呃 听明白 然后这样去做 你的很多东西就改变了 是吧 我们有的时候都是 呃 我经常说一句话 就孩子看你 比你看孩子 就是 怎么讲 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就是孩子看你看的更更真切 孩子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 说什么样的话 然后举止 呃 等等等等啊 就等等等等 其实孩子看你看的很清楚 对不对 我们 我们 我们不要去翻过来说 好像要求孩子怎么怎么怎么样 顺序 搞颠倒了 啊 你要发光发热 乐观积极阳光 然后跟孩子什么玩笑 也能说跟 跟这个老婆孩子 也好 这个亲戚 所以你要 所有你在的地方 他都是 就是说 大家能够冲你身上 感知到快乐 啊 感知到这个知识的传播 感知到等等啊 一些政治的等等品质 啊 与人啊 和谐相处 那你的孩子就 呃 在这样的氛围里 一点一点从你身上就 呃 怎么样 学习 感知 这个是最好的 是不是 我说的 都是 就是说 从这个 呃 一个高兴 对吧 一个就是谈到这个 古埃林的这个夺金 然后我给我们这个 整个呃 冬奥啊 画下了一个完美的这个句号 我们应该是什么 就是我欣喜的是什么 就不单单是 靠一个队员 一个项目 我们这次真的是 开花的呃 虽然有的没得金牌 但是项目上我们要比以前要参加的多的多 而且我觉得我们整个全国人民吧 等于是体育爱好者吧 都能够去呃 在自己家门口 看更多的这个奥运节目 比赛等等啊 我们中中确实也学习了很多东西 啊 这个很很很很难得呀 啊 我们以前对奥运的这种 其实不是很了解 对不对 更不要去参与了 所以说我说 呃 这次啊 确实确实收获很大 然后对我们出了一个 咱们说出了一个谷爱林 出了一个 这个 苏苏苏苏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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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再一次的 就是再一次 我是 首先祝贺我自己 我猜中了 我说 大枚金牌来结束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 我们确确实实 有了一个学习的 整个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 好吧 祝这个奥运会一切成功